女人正在浴缸里泡澡 她闭眼享受的时候 没注意到周围的光线起了变化 房间的门也悄悄自己给关上了 接着一种诡异的黑色液体涌向了她 浴缸里凭空多了一个阿飘 女人没有察觉 阿飘抬手悄悄地伸向女人的手镯 女人忽然开始哼歌 打断了阿飘的动作 女人挣扎地爬出浴缸 父亲撞开门的时候 看到她蜷缩在墙边 而浴缸里什么都没有 女人名叫豆娥 最近出了车祸下肢骨折 母亲在她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 无法自理的她 只能投奔多年未见的父亲大郎 两人刚没说上几句话就吵了起来 大郎一怒之下 就把女儿的轮椅扔到了水里 这次不会再有人问房子闹鬼 女主为什么不跑这个问题了吧 晚上睡觉的豆娥被噩梦惊醒 她望向床边 透过沙帘居然看到有人坐着轮椅滑了过来 她以为又是幻觉 害怕地转身躺了下去 过了一会儿 她想看一下那人是不是还在 豆娥好不容易挨到天亮 掀开沙帘 看到床边多了一个轮椅 吃饭的时候 父亲为扔轮椅的事向豆娥道了歉 并解释说 这个轮椅是她妈妈生前用过的 吃完饭 父亲出门工作 无聊的豆娥在家翻到母亲生前拍的一些录像 母亲生前会算卦 她为将来的豆娥算了一卦 父亲回来发现 豆娥在看这些录像非常生气 他告诉豆娥不要相信那些话 她妈最后是疯了 说完拿出去浇上汽油 准备烧掉那些录像带 兜里的打火机打不着火 父亲到工具间找打火机 找到后想事下能不能打着 没想到我直接引燃了胳膊上的汽油 父亲想拍念 我又引燃了旁边的汽油桶 这时候工具间的门也诡异地自己关上 并落下了插销 豆娥就这样看着父亲烧死在了工具间 在父亲的葬礼上 豆娥遇见了青梅竹马的钟葵 两人正在聊天的时候 豆娥恍惚中又看到一个黑人阿飘 吓得他当场晕了过去 钟葵把他送回了家 在床边陪护的时候也睡了过去 两人醒后又聊了几句 钟葵就先告辞回家了 豆娥好奇心驱使 又开始看那些没烧成的录像带 没想到这次母亲说的话更加诡异 忽然他听到楼上有东西打碎的声音 难道家里惊人了吗 这时楼上又响起了脚步声 感觉有人朝楼梯走来 豆娥顺着声音望过去 阿飘让豆娥靠近镜子 豆娥硬着头皮靠了上去 镜子忽然自己碎掉 后面露出一个藏东西的暗格 豆娥在里面又找到一盒录像带 但这次他并没有马上去播放 受到惊吓的豆娥 只是把带子扔到了一边 第二天钟葵来看他 豆娥把昨晚发生的事告诉钟葵 钟葵以为是豆娥这几天 连遭重创产生的幻觉 就带着他泛舟湖上放松心情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两人在湖对岸发现一个墓碑 墓碑上居然刻着豆娥的名字和生日 豆娥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这么搞它 而钟葵则开玩笑说 不会是你出生时死掉的双胞胎姐妹吧 为了验证到底怎么回事 钟葵找来工具挖了起来 真的在下面挖出一个木盒 打开后里面有一具婴儿的尸骨 豆娥从没听过自己有同胞姐妹 最后只好把骨头交给警方去做 低于对比 这次连钟葵都感觉邪门了 他建议豆娥先搬到他那里去住 豆娥正巴布地离开这里呢 两人回去收拾行李 不一会儿 钟葵把打包好的行李拿到车上 返回屋内来抱豆娥 这次豆娥安静得有点奇怪 钟葵着急走没有多想 把豆娥轻轻地放到副驾驶安顿好 自己跑到驾驶位 想赶紧离开这里 钟葵和黑鸭飘缠斗在一起 直几的回合 钟葵就被打晕过去 豆娥划着轮椅正好出来 看见地上晕过去的钟葵 马上叫来救护车拉到了医院 刚走一会儿 警方打来电话 听见结果出来了 他们挖出来的是个黑人女婴 和豆娥没有血缘关系 但却和豆娥的妈妈金莲 有血缘关系 警方说到这里信号忽然断掉 旁边的电视自己亮了起来 把豆娥吓了一大跳 镜子后发现的那盘录像带 就放在电视前 豆娥鬼使神拆地拿起来插进了播放机 录像还是妈妈金莲生前录的 不过这次画面里还有一个婴儿 金莲对着婴儿说了一句 你爸爸死了 说完居然拿起一把枪 然后镜头外传来一声枪响 豆娥不忍心看 扭头却吓了一跳 身后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阿飘 这阿飘不是别人 正是她的妈妈 经过询问当事人妈妈 豆娥终于搞明白了整件事 原来金莲生下孩子后 大狼一眼就看出 这孩子颜色不对 想到金莲会算卦 而金莲的师父是西门黑庆 大狼马上就知道咋回事了 他冲着金莲大发雷霆 不顾金莲哭喊把孩子抱了出去 放到铜车里绑上石块 趁着夜色把铜车推到了湖里 感觉还不解气的大狼 又找到黑庆 二话不说 当兄一枪打倒在地 然后一把火烧了房子毁尸灭迹 为了掩人耳目 大狼收养了一个白人女鹰抚养长大 就是现在的豆娥 终于得知真相的豆娥 问金莲为什么来找她 金莲也不废话 直接又招来了黑庆 两人上来就把豆娥捆在了轮椅上 说是要她偿还 接着金莲推着豆娥往湖边走去 看样子是要把她也推到水里去 这时候终回回来了 看到豆娥自己在往湖边滑就不对劲 豆娥边求救 边往湖边滑 然后一头扎进了湖里 从湖里望上去 一稀能看到金莲站在湖边 沉到水底的豆娥很快就没了氧气 停止了挣扎 弥留之际 他看到那个黑阿飘又出现了 他其实就是金莲真正的孩子 阿飘上前摘下了豆娥的手镯 带到自己手上 然后上前亲吻了豆娥 豆娥彻底失去了生命 跑过来的钟葵 跳进湖里把女人救起 他不知道眼前的女人 根本不是豆娥 冤死的豆娥永远留在了湖底 而顶替她的阿飘 从此陪着钟葵双速双飞